就是把这个色身灭掉 不做利他 知智之士 也就是所谓灰身敏制 也去舍掉这个果报身 没有这个果报身 当然就没智慧了 意思就是敏制 就是智慧不作用 不起作用的智慧 本来可以起智慧的作用 来救度众生 可是他不干 一直想我要超出三界 世间太苦了 超出三界不敢附入 如此虽超非善 是如此虽然超这个三界 但是不善 今大阿罗汉不舍成老 而做佛事 也就是诸有 而超诸有 也就是三界二十五有 诸位 翻开表节第十四页 下边三界诸有 如果讲三有 就是欲有 色有 无色有 如果讲九有 就是五去杂居地 这是欲界 色界有四有 离身喜乐地 定身喜乐地 离喜妙乐地 舍念清净地 这是色界四有 无色有 就是空无边处地 四无边处地 无所有处地 非想非非想处地 简称非非想处 这个无色界 有四有 所以意见是一 色界有四 无色界有四 加起来 一 四四就是九 也就是九有 如果讲到二十五有 就更细地分 这欲界就分 四周 也就是东圣神周 四一牛鹤周 南瞻步周 北聚如周 就是四个地方 四二去 就修罗 第一恶鬼畜生 六一天 那么就是我们上去 六一天 六一界天 四天王天 刀利天 多帅头天 等等 六一天 后面会讲到 这个加起来 四加四加六 也就是四 四周四二去 然后六一天 四四六 就是十四 也就是十四有 色界 离生席乐地 分为凡天 就是一游 再来 就是四有 离生席乐地 定生席乐地 离席庙乐地 十念清净地 也四有 在十念清净地 有分五想天 还有五那寒天 五那寒就是五阿那寒 那么称为二有 所以色界 变成一加四加二 二就是七 就是七 五色有 称为四有 所以二十五有 就是欲界 十四有 色界 七有 五色界 四有 加起来 二十五有 好 翻回来 至少 我们有一个概念 对 诸有 深言 所福 深言 就是因缘 深种种的因缘 诸缘 我们就是不知道 纵向本空的道理 缘深的东西 我们误为是实在的 所以拼了老命造业 照做烦恼 所以就一直束缚住 当我们落实到真正的修行 我们虽然知道种种的道理 但是我们那个无名冲动力 仍然是难条难辅 我们没有办法来去自有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 一夜诸有 超夜诸有 很不容易的 不为诸有 声援 所福 来去自有 为之善操 能以过度 成就为仪者 呈上善操 所以能 非同寻常小圣 所以一般小圣就是二圣能 入灭尽定 行如稿木 这个稿字是不对的 左边是木布 不是河布 这个稿木 就是草木 骨肝 骨肝 枯了 或者是肝了 叫做稿木 也可以叫做河谷 的干净 干就是 干燥的干 净就是 草净的净 根净的净 河谷 我们呢 就是 五谷了 河谷的干净 叫做稿木 这个稿木 石灰 是比翼没有生气 以出庄子 其物论 心固 可使如稿木 而心固 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乎 所以是出自于 庄子 其物论 其物论 心如稿木 也就是 没有生气 入灭静定 入灭静定 提不了作用 心事死灰 善无应用之能 哪有威夷之事 精显著 嫩言大定 从底起用 故能以同机过度 尘劳之内 三业无亏 六成不然 所以三业无亏 是什么 什么是佛 也就是 戒定慧 具主 也就是 深口意 完全清净 就是三业无亏 六成不然 也是一点烦恼 都不会 所以大家 应当降服自我 有威可威 威就是敬服 有威可相 这个相就是效法 模仿 或者是效法 威就是仪表 有威仪 看得到 可以效法的 因此 有威可威 有威可以敬服 就是很有威德 又很有威仪 因此 我们出家众 或者是居士 都要时时 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的深口意 自己的言谈 千万不要伤害众生 所谓 即定而动 即动而定 所以定就是体 动 就是用 其实就是 即体而用 即用而体 体用一如 因此 祝嫩言大定 就是明心 见性的定 二六时钟 没有一个时刻 不再定 所以禅宗 有一句话 说 若能明心见性 呵护骂族 亦是功德 也是 你是一个大悟的人 呵护骂族 呵护骂族 皮肤像 是不是 拿下去烧 当然我们 反复不能做这种事 这个是比喻 大致大悟 大悟之人 呵护骂族 亦是功德 不悟之人 理佛拜佛 亦是罪恶 会故 起心动念故 看你是动什么念的 看你是在动什么念头的 为什么大悟之人 呵护骂族 亦是功德 因为他明心见性 他的心跟佛一样 呵护骂族 只是显现一个表象 让你要降伏众生 方便的 他的心跟佛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大悟的人在生气 你不要以为他在生气 他的内心是没有恨的 他为了降伏众生 不得不做这种举动 没有办法 因为面对的是凡夫 境界不够 他只有用这种方式 呵护他 就呵佛 和骂族 对不对 也是功德 不悟之人 在佛前 礼佛 拜佛 哎呀 度数放响 度数放响 意识罪过 那有的人讲说 哦 师父那这样讲 我们就干脆不要拜佛了 因为拜佛的时候 妄想很多了 不 这是禅宗 给人家勉励的一句话 知道吗 他是勉励人家 意思就是说 你要注意你的起心动念 不是叫你不要拜佛 你说哎呀 我妄想很多 不要拜佛 那不更糟糕吗 因此自古以来 都把明心见性 列为 头等重要的任务 因为那是树的根 那是树的根 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 如果不了解佛心 修法无益 因为没有办法会归 不生不灭的心性 所以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 在讲的 以下 所谓极定而动 极动而定 就是探定德 从佛专轮 妙看遗嘱 严静瓶 红犯三界 硬身 无量 督托 众身 把 记 未来 叶珠成雷 把笔拿起来 从佛转轮 妙看遗嘱 这个是赞叹慧德 智慧的慧 严静疲泥 红犯三界 这是赞叹戒德 持戒的戒 硬身无量 督托众身 这是赞叹 持德 慈悲的慈 持德 慈者与乐 悲者拔苦 拔记未来 月珠成雷 这是赞叹悲德 拔记未来 月珠成雷 这是悲德 五十一月 此八句 叹利他之德用 从佛转轮者 非徒 谁从佛之左右 徒就是 不只是在佛陀的 左右而已 在佛陀的 左右 直击 直持 精品 乃是一从佛之鬼 测 这个言念 测 测 就是车轮 年过的 痕迹 这个年 就是一个车 左边一个车 右边一个发展的展 展览的展 叫做年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师父要这样子 讲呢 因为 我们上人说 在南部多佛学院 说当你红法立身 讲经说法 就要把底下 当作小学生来教 所以包括字 都要讲得很清楚 各位 不相信 我们教你写 年过 车轮 年过的痕迹 我告诉你 一百个里面 至少有三十个人 写不出来 真的哦 所以 稍微解释一下 车轮 年过的痕迹 是一从佛的鬼策 鬼则 助转 法轮也 法一轮称者 法 为什么用轮子 来称呼呢 法轮法轮呢 法轮